内政部今天首度公布大学学区租金统计 希望加强学区租金的透明化 以全台86个主要有大专院校的行政区为单位 提供租金四分位数的统计数据 其中台北市内湖区租金75分位数 就高达了两万二是全台最高 在校外租屋的学生虽然肯定官方可以提供依据 但是学区租屋常常供不应求 还是希望政府能够继续改善租屋的市场 让租金有机会再降低 九月各大学将陆续开学 不少学生有租屋需求 但学区内的租屋市场热门 租金往往不便宜 不过以北市文化大学为例 校方会协助学生确认租屋环境 也有热心学生会在网络分享遇过的二房东 提醒其他人不要踩雷 避免掉进租屋陷阱 有人专门去整理出来 这附近这一区好像还有整理到山下 有哪些地方可能会有二房东 教官也会特别去巡查 就是是否配备完全 像是一些安全措施 跟逃生路线以及合约的方面 不只学生自救 内政部十五号也首度 公布大学学区租金统计 以全台八十六个 主要有大专院校的行政区为单位 提供租金四分位数统计数据 其中台北市内湖区有康宁大学 德明科大国立台湾系取学院 租金七十五分位数 就高达两万二是全台最高 相关资讯就公布在内政部地政司网站租赁条例专区 希望可以协助学生跟家长在校外租屋时选择合理价位的参考 学生肯定官方资讯让租金逐步透明化 在租屋前就能有租金的参考值 但现实是在学区租房仍常有工不应求 导致需要妥协的情况 希望政府能继续改善租屋市场 让租金有机会再降低 记者欧容江明如 邱福财台北报道